現在舞蹈動作 瓜哥好 王瞳姐姐好 舞蹈動作特別多的 對啊 是 你看 這個新氣象之後 他第一個又被祭典了 所以會不會覺得很沮喪 就是因為怕再次被祭典 然後就是 在週末起床就在房間裡練歌 因為我起床的時候 弟弟還沒起床 他就還在睡覺 我就因為暖暖的高音 那時候還不太會 就是還上不去 然後就一唱就撐到 然後就整個就是聲音就很尖 然後就把弟弟吵醒 然後弟弟就說 怎麼有人在 妳會練歌嘛 對不對 對 那一般練歌 妳沒有老師怎麼練呢 對啊 誰教妳 就是先 爸爸會教我 爸爸歌唱得很好 爸爸會唱歌 爸爸不會唱 那不會唱怎麼教妳 爸爸每次示範我都聽不懂 然後媽媽都會說 拜託妳快點學會 我不想再聽聽了 所以爸爸唱歌也是五音不全的 對 所以妳的遺傳是 媽媽 媽媽 反應很快 對 很喜歡 學到媽媽 他有在聽 對,他有認真在聽 丁曉雯老師,請 好,凱希今天選這個歌 應該是適合妳唱的 老師一直仔細在聽 因為今天有很多的句子 它是壓凹的音 譬如說知道 凹對不對 回報 更好 重要 那妳可不可以說一遍 知道 知道 對啊,妳說起來很好 但是妳唱歌會變 知道 因為妳在唱這個音的時候 妳的嘴唇往旁邊拉得太開了 所以嘴巴稍微遠一點 好 不是哈 這樣聽得出來差別嗎 聽得出來 對 所以把這些稍微都調整回來之後 我們聽妳唱歌的音色 就會變得更圓潤 不會都是扁扁的 這樣好不好 好 要學會 好 好,加油 謝謝老師 是 妳看妳講話的好都還好 好 妳說好 好 對 對,這樣就對 很棒 從生活開始 講話當中就要練習了 一滴慢慢改回來 後來念課文就要注意到 有沒有像鴨子的音 是 對 本週唱的這首暖暖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,請給分 這週選歌非常聰明的凱琪 分數是否可以再提高一點呢 分數來到了89.3 小數點一直在跑囉 1.5 加油 1.6 加油,凱琪 89.7 89.7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介紹二號參賽者 洪尚捷帶來的 《笨小孩》